全台平均每年有两千多名的老师会请育婴假 其中有一成左右会选在寒暑假复职 到了开学之后再继续请育婴假 虽然这种方式没有违法 不过社会观感很不好 教育部先前表示要跟劳动部开会讨论 而昨天宜兰县则是开了第一枪 发公文给各校明令禁止 小婴儿出生有很多父母亲会请育婴假回家带小孩 当然职业是老师的家长们也不例外 但现在却发现有老师请育婴假之后 会刻意选在寒暑假复职 如此一来不用上课还能领全薪 等开学之后再继续请育婴假相当投机 他们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他们的权益 而且法律规定他们允许 所以他们要去投诉 那我们当然就尊重他们这样的一个权益 根据教育部统计 最近这几年平均一年有两千多位老师请育婴假 大约一成会用这一种方式请假 由于法律上并没有违规 因此学校只能尊重老师 假设你上学期请完一定有个代理老师 那他父子或者代理老师一定离开 那离开以后等到你九月份的时候 你又会再请育婴假的时候 那原来那个代理老师搞不好找到工作 所以就变成孩子你是育婴假 可是孩子变得两个不同的代理老师在上课 对此宜兰县长林聪贤开出第一枪 要禁止老师的投机请假现象 如果说在寒暑假负职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国库的支出 也会造成大家有一个负面的印象 因为老师在钻巧门 我想其实任何事情除了守法以外 要合情合理了 所以我有请我们同仁 尽快跟劳动部来研究 而劳动部官员则回应 签行育婴假法规 以每次不得少于六个月为原则 但因为老师还牵涉到寒暑假等问题 因此目前教育部和劳动部 还要再进行讨论 看未来有没有可能改采学期制 让老师请育婴假以学期为单位 记者台北宜兰综合报道